上班的環境也會比較好一些 那再來的話 我要先說明就是說 你要如何提升你的職場的能力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去考證照 那你會想說這個證照對大家來說還是很遙遠 不過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像是秉級 現在電腦類別的證照沒有甲級 只有乙級跟秉級 那我列出來的這一些的話是目前最普遍的 那其中的話 我自己輔導過的 最多通過人數就是第二項 網頁設計 秉級 我輔導過的人數統計起來的話 應該在兩三百人以上 兩三百人以上 也就是說我一次比如說開一個班 一個班大概頂多25個人左右吧 然後如果一次一個學期開兩班 去考試 幾乎可以講說只要有去考的 幾乎都會過 幾乎都會過 很少沒有通過的 那這個考試是不是很簡單呢? 其實對沒有接觸過的人來說很困難 因為裡面你們可以到那個老闆會的網站上面去看 或者是坊間電腦書店有這樣的書籍 叫做網頁設計秉級技術士 那個書裡面就是一個題目 他考得很簡單 他就給你四個題目 四類的題目 比如說第一個 玉山高中 有一個高中要成立社團 請你幫他寫一個社團的網站 他模擬一個狀況給你 然後文字也給你的 圖也給你 音樂也給你 那你就把他網站做出來 對 要架設出來 並且在網頁上能夠看得到 那是食物的嗎? 對 食物的 還滿食物的啦 那就是說考你會不會架設網站 所以如果你通過的話 哇 那應該做網頁就不採取問題了 不過這裡裡面都有很多的訣竅啦 就是說怎麼樣可以快速的 讓你學會網頁設計 並且能夠真的做出 看起來像樣樣的東西啦 那再來就是說 像這裡面 我覺得網頁設計算是比較 有一些門路去考取得啦 那秉級的話也沒有學歷上的限制 沒有學歷上的限制 只要你年滿16歲以上都可以去考 那像那個第一個這樣軟體 軟體應用喔 乙級跟秉級啦 那你如果說沒有乙級的話 可能要先從秉級開始去考 考完秉級就可以去考乙級 那秉級的話其實就是考什麼呢? 你會想想 這個其實很食物的 他就考你握的 會不會用? 他就給你幾道題目 十五個題目抽一題 十五題 而且呢 秉級的話呢 他就是把題目通通給你 題目喔 讓你全部都知道 他只是從十五題抽一題 那像網頁設計也是一樣啦 有二十題 抽一題 現場考 兩個小時 交券 然後如果你做對了 那給你一個證書 那再來 秉級的話就比較困難一點 秉級的話就是考你什麼呢? Word 也要會 Excel 也要會 PowerPoint 也要會 還有一個最難的就是SS 那個資料庫的部分 資料庫也要會 所以呢 如果你通得過秉級的這個檢定的話呢 我想喔 大部分業主都會很高興 而且大部分就我所知道 因為我輔導秉級通過的同學呢 應該也在二、三十位以上啦 然後多半他們考過之後都會 我感覺是他們對我是還蠻心存感激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問說 你最近就是說換工作順利嗎? 大部分都回答說 很順利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去找工作的時候呢 幾十個人去應徵 他可能要一個吧 結果呢 老闆就要他 為什麼呢? 後來他就問老闆為什麼要他? 老闆只跟他講說 別人都沒有證照 只有你有 而且你有移籍證照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你職場上面 看這個其實還蠻準的 通得過的人喔 我覺得他應該也不是泛泛之輩的 絕對有學一定的這個時間了 那其他還有像硬體裝修啦 像剛剛講過修電腦 他也有很多人在看 那今天就走到 有一個測達